有沒有看錯大地震當下 周遭東路這棟大樓狂搖晃 彷彿下廟就要被連根拔起 樓頂的柱子更像跌跌了 好像隨時要垮下來 民眾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眼睛 還好大樓沒塌 但中和連城路卻有倉庫屋頂硬身倒塌 一到五樓後半部全都毀 還有人被壓在屋頂下 私立投身 好像瞬間看到人身走馬燈 可以想像當下的狀況嗎 就地震 震一震 然後就東西開始找 然後就掉下來 大哥你是走在哪裡 就凸起了貨物中後面 新年這處社區更扯 安泰路上七間民宅 地基整個被掏空 屋子直接下線兩層樓 簡直像在懸崖邊 射擊跟柱子支撐 讓人看了觸目驚心 不只上班族跟住戶快被嚇風 連跑去玩樂掉蝦的都挫到 以為掉個蝦還差點要丟了命 不要掉 先不要掉 這場地震威力到底有多大 不只路上災情不斷 宜蘭南方澳內海水倒灌 連大騷的漁船都當場飄走說拜拜 地震第一時間漁船無法自救 但人倒可以想辦法躲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開會開到一半 碰上地震 瞬間疫苗超標準動作 直接爬地躲桌下 幕僚還沒驚呼完 主席已經躲到連影子都看不到 這太離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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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模7.2強震 全台劇烈晃動 短短幾小時 不少人卻仿佛經歷一場 難以言喻的驚魂祭 記得張奧茨離學台北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哦 哇 很大很大 這很大 我客人在裡面 你的客人在哪裡 在裡面啊 完蛋了 第一城後名聲響車雲霄山體 劇烈震動 濃密成物跟碎石飛箭四面八方 導遊崩潰大喊 他帶的團才剛進去 轉頭宛如末日降臨 隧道口大小落石不斷 整片天空籠罩灰塵中 導遊慌張到語氣戰斗 就在一早他帶兩名德國遊客 直華連沙卡丹步道觀光 將車停好後放兩人自由前往 就突然一陣天遙地動 大量土石崩落 將隧道出口都堵住 據證明核信導遊估計 至少有十人 因地震受困於 沙卡丹步道內 消防署傍晚六點表示 已全數脫困 另一頭花蓮秀林鄉 德卡倫步道 只有三名登山客 慘遭落石 雜重死亡 出動神所救援 將死者台上擔架送下山 據了解 一早有七名旅客 至德卡倫步道登山 其中何姓蘇姓成姓女子 當場被落石擊中 失去生命跡象 還有一名男子 親生送醫 剩餘四人 下車至遊客中心 對那應該是腦出血 開心登山之旅 卻換來自然災害 無情襲擊 換來有去無回 令人不勝唏噓 記者劉己教 鍾誠良菲亞橋花蓮報導 謝謝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地震瞬間 天遙地動 大家驚慌逃出 下一秒房子塌下 一樓瞬間消失 大量煙城竄出 還有一人差點被波及 畫面相當驚鬆 汽機車駕駛跟乘客驚慌失措 直接丟下車狂奔 宛如災難電影 還有一名女子走在七樓下方 她抬頭查看 發現大樓瞬間傾斜半道 仰起陣陣成兔 馬上拔腿狂奔 黎明男子才走出對面飯店 也馬上往回炮 兩人驚險逃過一劫 短短7秒鐘的畫面 令人觸目驚心 那一棟樓真的倒了啦 雨帶哽咽 紅色大樓 劇烈搖晃 房子盡倒在眼前 3號早上7點58分 華臉市發生規模7點2的強震 位在中山路與軒院路口 天王新大樓 這棟柱山混合十層樓的建築物 一樓店家被壓垮 倒了倒了 房子倒了 歪了歪了 房子歪了 枕洞成45度角大幅度傾斜 消防隊員挺進第一現場 冒險搭踢攀爬 搶救人命分秒必爭 樓梯搖搖欲墜 隨時都有倒塌可能 先後救出22人 門打不開 全部封鎖了 東西全部掉下來 全部防護著 全部塌了 不過仍有一名住戶失蹤 7樓的住戶為了救寵物 逃出後再次返回大樓 但請教才剛踏進去 21秒後地震震壞 一樓建築物 女子被困在裡頭 被救難隊員發現時 已經沒有神明跡象 看起來是被水泥塊夾住 請軍方支援照明成 花蓮強陣 雨震忍不斷 現在暫時用小破塊 支撐大樓 中央跟地方政府合作 要協助迅速走出地者難關 記者劉淇嬌 女士剛 杜亦瑄 花蓮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